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都在忙走線跟各位反共網紅拍片對吧? 現在已經累積有五位了 大家如果還沒看到這五位是誰的或是肉看的 趕快去看 所以都沒有時間更新中國的時事對吧? 那今天就稍微來更新一下中國的時事吧 昨天看到一條中國網紅街訪的影片 問題是當國家有難你願意挺身而出嗎? 結果跟大家看到粉紅網紅擺拍的影片相差十萬八千里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我們再評價吧 國家有無難的話你會挺身而出嗎? 你會討厭 是嗎? 國家有無難的話你會挺身而出嗎? 國家有無難的話你會挺身而出嗎? 這個我不太好回答 如果說國家有無難的話你會挺身而出嗎? 吃上一個吃 那個是啥? 他會當兵 我不行 有無難有錢的孩子 當官兒的孩子先去 笑死我了 絕對要讓那些在中國啊 有醫保金卡的人先上 不然就是國氣央氣趙家人啊 聖上然後再來這個政治局七常委 然後什麼總理副總理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再輪番輪番輪番 然後什麼正部級副部級 廳級有沒有副廳級 然後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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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都刷過一篇之後 央氣國氣 村幹部村里長 大學學校的校長院長 這些人也是有金卡的 中國大學的校長很大 這也是趙家人體系的一環喔 你要知道 但其實這個中國網紅問的問題 我覺得有點不嚴謹 你看這個中國網紅問什麼 當國家有難 你願意挺身而出嗎 他問的問題其實不限定於 打台灣之類的問題對吧 相信很多人聽到這個題目 可能第一直覺聯想 喔就是打台灣啊 就是這個跟美國之類 跟日本之類的戰爭啊 所以我願不願意為了中共而戰 但其實這個問題 不限定於 對台對美對日 舉例來說 天災地震 被他國主動侵略 這也算國難對不對 但為什麼大家不會想互相照顧共富國難呢 簡單來說 今天地震來了 當你國多數人他明確表達 我不想為了我的國家挺身而出 我不想共富國難 那也就代表著 今天你是地震的受災戶 那也得不到多數的人的幫忙或同情 因為可能你自己也是回答 我不願意共富國難的那一位 那我們看一下特色管理這三年 中共中央政府 照家人層面的我就不說了 爛得跟一坨屎一樣 那我們來說一下民間之間的吧 這三年多少業者 居委會 勾結 賣高價菜 動不動就跟中共又合作 又把這個民眾割了一遍 鄭州水災的時候 很多這個民間業者 把房間的價格往上打 不僅沒有救濟災民 還趁機收割一波 當然啦 我不是說全部的中國百姓都這樣 但絕大多數的業者都是這樣 那中國社會氛圍呈現一種互害的風氣 當然絕對有人是善良的 但這風氣多數是互害的 你看我這次來美國見到多少中國人 我是一個台灣人我反共 他是中國人 但我不討厭他 他也不討厭我 我們之間就是無話不談 深入跟他們聊 多數也是認同這個觀點 就是互害啊 那城管農管之間 民間互害碰瓷 導致大家收起了自己 該有的那一份 身為人的良善跟 同情的這個心 都沒有了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大家出發點都是把對方 先往壞處想 你幫我幹嘛 你幫我你有什麼目的 你想要多少錢 老子不需要你幫 老子有說要你幫嗎 你幫我了 誰叫你幫我了 你看看台灣之前發生地震出軌 多數的飯店 都會提供免費的住宿給災民 或是其家屬 當然啦政府在後面一定要有去做這個協作的能力跟協調的能力 甚至各地的餐飲業者跟禮儀師啊大體修復師 從外縣市過來支援 有沒有我們台灣多數大型災難天災人或國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大家民眾都說這個破島破國家鬼島天天哪有問題 但真的大災難來的時候我看到是我們台灣人民的團結 這就是民主國家的協作能力與團結其實比極權國家來得更大 而這是靠民間百姓 自願發起 這跟極權國家強迫的這個差距非常大 唯有大家志願性的去做一個事情 認同這個國家也算我一份 對不對 而這個國家不是蔡英文的 這個國家 不是聖上的 這個國家不是拜登的 人民才會發揮他真正愛這個國家 因為這個國家其實他就是每個小家庭的最大公約數對不對 當然啦這些受訪的人也非常有可能自動的把 當國家有難你願不願意挺身而出 聯想成這就是徵招打台灣 但這也是中共跟小粉在網路上吹造成的第一印象 當民主國家今天被他國入侵 絕大部分的百姓是會站出來保家衛國的 最近的例子這個烏克蘭我不用講了吧 因為國是所有家庭的集中 民主國家的國是人民的國 但集權國家或皇權國家的國 是皇室的國 是皇室的家 是趙家人的家 所以他才必須集權 對不對他才必須控制人民的一切 為了他們的家而奉獻犧牲 自然啦人民志願性跟效率就會變得非常低下 一旦沒有這個集權一旦沒有這個強制力 你覺得集權國家的百姓 會願意像民主國家的人這樣為了國家奉獻嗎 而我們也可以以古借金發現什麼 大清末年為何大清的百姓 紛紛當八國聯軍的帶入黨 甚至還有第九國聯軍 這個第九國聯軍還是大清百姓的傭兵團 組織起來了去打自家皇帝 因為當時帶入黨的大清百姓可以了解 這個國 這個大清是愛心絕羅的大清 而不是他們的大清也不是他們的國 所以大陸這邊土地上自古以來啊 人民對換哪個家族當皇帝啊 我又變我又從明帝國變成那清帝國啊 變成哪國的百姓啊其實本質上都一樣啊 因為體制始終是集權 是皇權 是家天下只是現在變了黨天下 但如今不一樣的是什麼 越來越多人看過民主 知道民主 雖然中共蓋了防火牆 但網路跟科技只會越來越發達 人們只要經歷過更多更多的事情 隨著科技在發展下去 中共一旦對外做死 那下場會非常的慘 當我17年去中國的時候啊 我遇到三個計程車司機啊 當然啦我坐了十幾二十台的計程車 恰好遇到三個在跟我們聊政治 他主控跟我們聊的 當時都說了類似的觀點 只要這個老共啊 敢打你們台灣啊 我就會跳出來反對 這些人說了很多不同的理由 像是大家過好自己的就好啦 你們過你們的 我們的過我們的 為什麼要去破壞我們的生活呢 而且還要弄我們的子弟兵過去 那最後得利的也不是我們 台灣人民跟大陸人民 他說的啊 都是受害的啊 所以他說他絕對跳出來反對 當然啦還有人的理由是 大家都是說中文同文同種 我們是同胞為什麼要去戰爭呢 所以我當然跳出來反對老共 這是大家一統的理由跟思想 我懂 但無所謂啊 只要反對侵略 什麼理由 都是現階段可以被接受 請問這個在中國的網路上 大家看得到嗎 它能被發出來嗎 再帶大家來看一個例子 最近上海親譜的一個社區 發生了動亂 原因是 居委會跟業務未經過多數居民的同意 就動用居民繳納的錢 整個社區啊 約兩千多萬人民幣的這個業務管理費啊 還有其他的一些款項號 拿來幹嘛 蓋圍牆啦 換算是快一億台幣喔 蓋一道牆 你在修長城嗎 在中國大家都是這樣貪污啦 像是在中國的一些城市啊 像是一些花盆啊 樹齋啊 時不時就換 動不動就換 有時候花跟樹才剛換 又有上級領導要來 又要換 這些錢都被貪污貪走了 換花的工人費還遠遠不如花本身 有些人連飯都吃不起 或是餐餐 吃不起囉 你拿去養花換花 我的天啊 你們這麼愛蓋牆哈 思想的牆啊 網路的牆也蓋了 現在連社區居民多餘的牆都要亂蓋 這樣吧 你們在中南海蓋個一百層的牆 把你們這些中共黨員都關在裡面 製成一國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還可以吧 總之啊 大批的居民連日抗議 結果中共派出了特警來打江山 我的錢被人家挪用了 我出來不滿 你還要勾結境外勢力的這個中共 然後來打我 因為我不能決定我自己的錢 What up 所以我說嘛 等到實際成熟 中共自己作死去搞外部戰爭 到時候幫助中共打江山的人啊 你們的轉型正義 就跟中共一樣要到來啦 影片的最後還是要帶大家來看一個暖心的影片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位自稱是中共國 台灣省人的影片 是中國台灣人我在中國台灣省的故宮 我宣誓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維護憲法權威 履行法定義務 忠於祖國 忠於人民 愛港敬業 誠信友善 接受人民監督 為建設富強 民主 文明和諧 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努力奮鬥 宣誓人 陳純真 這個就是在抖音上騙流量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所謂的這個 陸沛 其實啊你看嘛 我們都看到現在越來越多陸沛在做這個YouTube 愛台灣陸籍台灣雖然他們有些家人在中國 雖然他們話不能說的太滿 這些大家都懂 但是 其實這種陸沛也是很多 他們 愛台灣的陸沛 再給招黑 讓我們 又要討厭這一群人 當然我們分得開嘛 但是這一群人佔比這些人來說他們的比重多少 是非常多的 你知道 上個月不是參加這個六四天安門在台北的這個紀念活動嗎 當時有一些陸沛跟我講話的時候 遮遮掩掩 他說他很怕那個其他的陸沛是這個 有這個職業學生的人啊 看他然後回報他家人就慘 所以我說嘛 這個人如果他是真的愛黨愛國的話 你怎麼會說自己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然後在所謂的 台北的故宮前面呢 這就是不同國家嘛 你自己看 這個故宮裡面 有公安嗎 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嗎 沒有 那你要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你應該現在要把台灣給無頭 你做了嗎 去天安門抗議嗎 沒有 騙流量了嘛 所以請大家以後啊 看到這種喔 笑笑就好 或是想辦法 破解他 想辦法讓這個可能剛啟蒙的啊 或是一些 年輕不懂事的這個小孩啊 我們台灣的小孩 要講出來 他是何居心 他的目的是什麼 好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掰